欢迎打开今天的《人民日报》夜读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文章是 努力多一点,遗憾才会少一点 前些日子,我生了一场大病 病中的我想了很多 既在考虑未知的未来 也在反思一路走来的过往 回望过去的人生,自己留下了不少遗憾 刚刚那年,因为早恋开小差,被老师提醒 别人都在为了最后一亿奋力苦战 我却用最宝贵的时间和老师赌气 结果,我的成绩毫无悬念地滑落 勉强读了个不太理想的学校 大学毕业那年,本来已经收到 深圳一家名企的录用书 结果我犹犹豫豫,满腔的斗志 败给了内心的忐忑 我留在了家乡,守着一份温吞的工作 总还是心有不甘 我曾有过创业的念头 本想趁着年轻大展一番拳脚 直到落地时操时,却又顾虑重重 舍不得离开当下的舒适圈 因为厌恶风险而不敢放手一搏 凡此种种,使得创业的计划 最终搁浅 我时常会想 如果当时再多努力一点点 是不是结果会和现在不太一样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所有的遗憾无非都是因为在那些本该拼命努力的当时 没能全力以赴 过去时光里头的每一份懒 都成了今日脚下,崎岖的路 常有人说,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步 这当然是对自己的一种高要求 然而,在一位我喜欢的作家身上 我看到了另一种有趣的态度 作为一名职业小说家 他的长篇小说产出率并不算太高 但每一部长篇小说的问世 从初稿开始,就要经历无数次修改 每一道工序都花足了时间 每一处细节,每一段文字 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锤炼 在如此全情投入下 他对于自己的每部作品 都有相当的自信 日后很少有 那里要是这样写就好了的懊恼 这是不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与其事后后悔 期待下一次更好的发挥 倒不如在每一个当下竭尽全力 不给未来埋下遗憾的种子 不给自己留下后悔的机会 最容易让人感到遗憾的就是那些 如果再来一次 我一定能做得更好的设想 在过程中全力以赴 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这样的可能 努力了就不会后悔 尽心了就不会遗憾 人生其实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会有许多的穷而不得 也会有许多的身不由己 我们或许所有不了命运的脚步 但我们完全可以控制 自己努力的程度 真正让人感到后悔的 正是在该付出的时候 选择了偷懒 在该努力的地方 没能尽心 每一次浅尝辙止 每一次敷衍了事 都在为那些不曾到达的彼岸 埋下伏笔 不曾到达的地方 才是遗憾所在 我们常说尽力而为 因为只有那些在过程中 竭尽所能的人 才能真正做到 对结果坦然无悔 人生最遗憾的事 不是我不行 而是我本可以 当努力达到上限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能做到 无愧于心 落子无悔的人生 你我都可以拥有 共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阅读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 想收听更多的 阅读文章 请下载 人民日报客户端 祝你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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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